我来洗一口 饮食能高度左右情绪 以致人类不断追求口感佳 味道好的美食 却忘了温饱才是幸福 我们人类的牙齿 其实跟那些草食动物比 更加相似过那些肉食动物 所以我们人好像天生 设计应该是要比较偏素食类 而且植物那些蛋白 那些养分 营养 都可以从植物那边摄取 所以不一定要从动物那边摄取 刺激雪龙分会推动爱心便当 在五个州属 九个据点 希望透过味蕾感知 改变民众对吃的认知 我们是要求务数 说实推速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我们这一次因为是 鼓励大德吃素吧 然后基本上就 我们就比较不动在 好吃果味 那么健康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动 推动素食不简单 尤其我们要怎么样去鼓励这些吃荤的人来吃素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做得更好 让它觉得吃素 其实也不错 也很美味 所以能够改变它 从分转素 饮食改变只在一面间 第一梯次总共性超过2300人订餐 十天下来累积餐次超过23000份 对素食部会抗拒我 现在很多非素食者都能够接受素食 他们会觉得会给我们很多的赞 因为他们觉得东西没有什么分别 又可以尊重生命 开始吃了我跟你讲 差不多要呕出来 可以慢慢习惯 然后吃了一段时间 才会养出那种慈悲心 你知道没有 要不然我们就是从小就说应该都是这样子的食物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人原来是要吃素的 我也是第一次吃食物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有趣 如何准备饭食物 即使它们是所有食物 它们也有点味道 所以非常好 非常新鲜 可以讲每一天都会很期待这个午餐 那你都吃完了 都吃完了 每一天都很好吃 没有想到食物也可以这样有趣 有的社区志工亲自下厨 也有的透过与餐厅配合 无论哪一种形式 推速目标 清晰笃定 希望让爱心便当 转动十轮 发挥影响力 都未逢 是 是 詞曲 李宗盛